颱风远离台北市天空 31号一早出现双彩虹 难得一见的美景 让民众忍不住用手机拍下记录 不过前一天 北部地区放颱风架 却无风也无雨 引发民众质疑气象局预测的准确性 气象局是说会有风雨 但是其实 这样实际上体验起来 好像就是不太一样 对就怪怪的 如果可以再准一点 当然是更好 是这样子 各县市停班停课标准不同 以北北级为例 平均风7级 或未来24小时 累积雨量达350毫米 桃园则是加山区 未来24小时 累积雨量达200毫米 虽然根据气象局 在29号晚间7点的预报 30号白天的风力预测 台北市平均风5至6级 新北市恐达到7级以上 雨量预测方面 桃园市山区最高200毫米 但实际上 30号北部地区的天气 确实艳阳高照 是根据中央气象局 他提供给我们资料 里面当然包括了雨量跟风势 那必须达到 前班停课的标准之后 我们才会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台风的路径 些微的改变 很可能会造成 它后面整个移动方向 速度的不同 而且有可能 因为台湾复杂的地形 我们整个风雨预报 就会有相当大的 不一样 不止放台风价的问题 还有海棠路径 从原先预测 往西北上 到了30号上午 又修正偏东 到最后实际是往西 两度修正 让民众摸不着头绪 在气象预报当中 有时候这些时间点 还有这个程度 其实永远都有改进的空间 这一点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当中 气象局回应 台风出路角度不同 就会产生复杂 且不规则的路径 所以才会固定 几乎每小时都做预报 让民众掌握更准确的天气讯息 记者谢文响文越方 台北报道